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整体造型也加分不少 画色也不在画下 张哲瀚性格潇洒随性 和花式衫的气质更加贴合 上身后帅气有形 却不过分夸张花哨 绝对是适合他的 都说张哲瀚是凭借古装长发的周子舒美人 才成功出圈 其实看过他早前造型的就知道 他能驾驭各种风格 也不拘泥于此 简直是行男猛男两手抓 即使寸头也有种蛊惑人心的力量 靠着张哲瀚的这些造型 粉丝表示 说不外爱是假的 必须全部收藏 你觉得现在装的张哲瀚 是否全人付出山河令中的出圈造型呢 山河令走红后 粉丝们各出其招 用画笔勾回出他们心中的浪浪钉 而即便看惯了张哲瀚与龚俊各种各样的美图 饶是免不了为这组照片吸引了眼球 看过龚俊和张哲瀚无数张照片 但这一次是真的惊艳到了 地铁里的对望 看似近在咫尺 只有可能背道而驰 其实不少故事不需要好的结局 错过也是一种美好 我想与你相识在某个安静的边城小镇 不需要太多的故郊 最好是靠近海边 有一个满是石头堆砌的古老墙壁 被海水侵蚀着莫名好看 我们就相识在这样的小巷中 顶着天空脚踏青石 开启我们的故事 也可以不在边城小镇 我们就也溺于苍茫的人汉 闲暇时 一同玩手漫步于静谧的海滩 被靠着远去的横翻 开启我们的故事 因为剧中的艳丽多姿 这样的黑白 似乎更加通透干净 眼神中所能传达的也越来越多 山河令是故事的完结 也是新故事的开始 不打扰现实中的他们 却希望他们在平行时空里 始终保持着淡淡的幸福 所以看过龚俊和赵哲瀚很多照片 唯有这几周 深得我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